來喲,翔哥 嘿是,各位大家好 翔哥今天要幫我們介紹 這一次很厲害 翔哥你最近是不是在收起Tom Ford 是啊,我最近在收Tom Ford 因為他的那個烏木 人家說那個烏木像那個捷徑廁所 清潔劑 結果收回來沒有那麼嚴重 只是你要懂得欣賞 對,那我也要講一下 因為你之前 從國外買那個 Pachulia Absolute 對對對,廣貨絕對 絕對廣貨 那本來我對Tom Ford 老實講,我沒有特別的好感 為什麼,因為 我算在香水市場裡面衝得蠻前面的 結果勒,因為衝得太前面 一開始我買Tom Ford 回來,結果屌週 沒人買 你可能是買大罐是不是 買大罐,現在有出30ml 迷你罐 迷你罐 入手度 他入手價會比較好 所以我後來曾經一段時間 我對Tom Ford完全放棄 丟在那個廁所 其實我們這些鄉民 看到高價是會怕的 你沒試過你敢出大煮 對不對,所以你那時候 可能 其實Tom Ford他真的價格是比較高 他是走很高的精品 但自從你上次 那個極致廣闊 給我聞過之後 我那個厚調 晚上我那個洗澡前 我在看電視 我記得禮拜二 我邊看邊聞 哇怎麼那麼美 廣闊絕對 絕對 那一隻喔 對啊,前面就是肌肉猛男 後面就是非常非常溫柔的 creamy 有creamy的感覺 所以那一隻之後 我對Tom Ford又燃起了希望 真的喔,肌肉猛男 下次見我聞一下 可是肌肉猛男到最後就會躺在你懷裡 會變很溫柔的男人 對 那這個畫面你可以想像嗎 可以,那我自己去買來品好了 哈哈哈哈 就可以隨時想聞 就可以聞這樣 好,那今天 翔哥要幫我們介紹 這一隻 幫我們說一下 這隻是什麼 這一隻喔 這隻叫做Jasmine Luge 這個Luge是口紅 或是花束之類的東西 菸絲茉莉 對,然後茉莉的話 茉莉花是玫瑰和茉莉這兩最大的花種 花香是最大的兩個區塊 那其實茉莉不太好做 因為茉莉有時候很搶人 然後同時他也有可能會有一些影朵 可是茉莉美妙的地方 他又是前面有一些花香 然後後面大家最喜歡的是一個 比較溫柔的奶味 對,所以呢 才會說茉莉要做香水 不容易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這個 因為連一隻都跟我說他會暈茉莉 對 對,很蠻多人會暈的 對,並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茉莉 是 我們來試試看 今天特別介紹的這一隻 然後 在噴之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要說明一下這個盒子 其實湯4 最好收集排排站是50ml 這個就叫50ml 它的大小還有形狀和形狀 是最漂亮的 最完美的 100ml變成狠狠的是方形的 反而沒那麼漂亮 但是呢50ml的是最漂亮的 因為你有在收集瓶身的嗎 對不對 我也是會被顏色所吸引 然後會被瓶子所吸引 你也喜歡 對,因為我金牛座嘛 你只要紅色我就衝過去了嘛 只要紅色你就買 買買買買 然後它那種白色也動不掉 白色也是動不掉 所以 所以這個你是先看評審喜歡 顏色喜歡才買的對不對 其實最開始的是 我們買了它經典的烏木 對,那隻烏木 那隻烏木跟其他烏木的走向也是 完全不一樣 OK 對,到時候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好,那我們先來試噴喔 好,上 上 先滴上 你先嗎 好,來 我看一下 哇這個 你看 茉莉綠茶嘛這樣 對啊,就覺得它很 好,在茉莉 剛才有人蹦出一個叫茉莉綠茶 對 有一瓶香水也是走這個主題 茉莉綠茶 是那個Killian的帝國名茶 非常知名 也是茉莉綠茶 然後呢 這一瓶啊 它被詬病的地方是什麼 持香時間過短 三部 之前茉莉綠茶 前茉莉綠茶 所以它是三部扇 但是這一支不得了啦 我們從剛才噴到現在 都已經超過三個小時了 那前面是茶桿茉莉香就出來 但是那個苦 還有那個茉莉的銀朵味 土杏味 是沒有出現 完全被修掉 對 然後我們之前噴的後味 會 前段有 聞到一點奶油的味道 奶的味道 不會已經聞到 有加 對 一隻趕快來 這一隻很厲害 絕對你死不了 啊不是 絕對你會喜歡 這是白花啦 白花 快點快點 可是它會暈茉莉 但是你要試試看 這是茉莉喔 對 好我再跟你講一下 剛才 跟你回顧一下 你要當的鏡頭前 Killian Killian那個帝國名茶 就是跟這個茉莉花茶頭像是一樣的 對 對 但是 帝國名茶 有 然後但是帝國名茶 流香時間超級短 對 這一隻不會 然後你們要先幫我撐一下 對 要繼續走 好好好 OKOK 對 怎麼樣 我覺得 你對你厭惡這一塊嗎 那你覺得過得了你嗎 它是一個很純粹的茉莉 對 就是很純粹茉莉 對 但是 我覺得它裡面 應該是有含茵朵的那個部分 有一點點 對 因為有含茵朵的茉莉我會暈 這個感覺有一點點 就是 茵朵它會讓你聞到有一點 比較熟一點的 對 對 有些人會說是腐敗的味道 對 對 嗯 嗯 這應該是印度有些聞起來會比較稍微 濃郁燒一點 的味道 對 可是呢在香檳上面有人說這個是比較偏成熟的 對 對 然後是有一點Sexy一點 是有一點那個 荷爾蒙的味道 我覺得它還蠻魅惑的味道 是嗎 對 對 滿性感的 喜歡白香 白花的會喜歡 是齁 就是直接種的 對 但是對於會暈白花的人 我可能就會不推 不太 對 會暈白花 這個應該會暈 因為它還蠻濃的 它不是淡淡的 還是會齁 還是會齁 對 我現在見面不會了 對 原本不會暈白花 你原本會啊 我出事的那一隻 出事 我出事的是FN的那一隻 婉香玉就是 欲望之花 欲望之花 那是我也出事 這種出事 喔真的 蟲子之後很害怕 只要看到白花 先跳旁邊一點點 對 那一隻我也出事出的很嚴重 對 蟲子不敢碰啊你知道 嗯 好 對 那就 那我們等一下後衛好了 等後衛 對啊這隻 我覺得這隻 應該是屬於那種 因為像我們女生啊 如果是比較喜歡木質調的 對 其實自己不太會穿花香調的 香水在身上 但是我覺得這隻他適合就是 適合 適合 適合噴給男生聞的 喔 我知道了 就是暗示那個男的說今晚有戲 你就噴進了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就是有好安心男生的味道 對 如果你會就是 因為其實男生聞的香水 他不會只聞自己身上 他其實是喜歡聞 聞對方的 對方身上的味道 烈焰香 很適合就是 是 想要勾引一下 哈哈哈 想要吸引一下男生的 所以晚上要去夜店就是 就上這個 對 那你覺得年齡呢 年齡會不會怎麼樣 年齡我覺得可能要需要成熟一點點 喔是齁 對對對 太年輕二十幾歲可能有點不太適合 對 會比較豔俐一點 會比較豔俐一點 或是你可能裝扮上需要化蓮裝 對對對 才穿得起這一隻 那我們在最後 再跟大家提示一下 噴出來花香就是 茉莉很明顯 對 然後接下來有茶的香味道 對 然後有一點點小小的銀朵味 沒有很濃 對 不算心臭啦 其實不會 而且這次其實男生噴蠻好聞的 對 因為我們聞到你剛 之前三個小時之前那時候的味道 乾淨的 對 其實還蠻乾淨的 我是想買一隻鑰匙回去 這隻鑰匙就今晚有戲 哈哈哈哈 對 對 我們講到的什麼銀朵那些 其實是很近 你這樣聞的時候會 但是它就是你噴完 可能五分鐘後 你再去聞 我們隔壁啊 你這樣子聞到 其實是不太會有的 其實應該算 你的意思是說 你就算穿這個感覺很濃 但是不會饒人就對了 對 所以我聞得到 但是我聞到的是清香的茉莉綠茶的感覺 是 所以不會讓你感覺到很Sacy 還是怎樣 還好 男生不會 這不是Sacy 在男生身上聞到 會覺得性感 但是是還蠻舒服的味道 對 那女生就會覺得很特別 很性感 對 稍微打扮一下那樣 是 那我們等一下後衛好不好 OK 好 再見 等一下 其實這個盒子 其他品牌的盒子我都沒再收了 這個才有收 是喔 第一個 它不是佔空間 有沒有 對 然後它看瓶身其實是很合的 是啊 所以這個東西我會收 這就是設計的精品的美感 就在這邊 簡單俐落 對 所以我們再帶一下這個 酒紅色的瓶身 酒紅色的瓶身 嗯 對 超美的 很有深度的瓶 好好看 跟一支間的口罩一樣 對啊 可以搭配耶 又搭配 來說一下 茉莉的厚調 這一支 我現在聞起來是 就是奶味 然後非常creamy的奶味 對 然後前面的銀朵其實消散的差不多 幾乎沒有 是 還有一些茶味 對 就是這樣 茉莉 淺淺的 然後茶味 然後再加上奶味 對 是 這三個就是我現在的感覺 嗯 好 Sindy 它適合什麼樣的女生 我們剛開始 我們剛在講前面的時候有說 它適合就是 就是 要戴一點妝 然後比較性感的 適合晚上 就是 想要 勾引 就是那個齁 烈焰 從來都沒說出口的老娘怎麼樣怎麼樣 老娘怎麼樣怎麼樣 放在心裡面 想要烈焰的時候可以噴這支 烈焰喔 烈焰 這會有很有回頭率啦 是不是 一開始噴的時候 會讓男生很有回頭率 對 然後但是它 欸 嫁到後面的時候 又變成小女人喔 就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強 表演的感覺 因為奶味加那個奎敏的味道 柔和一下 對 比較柔和 是 嗯 然後茉莉花香 比較明顯 OK 但不是那個 就是它前面的那個 就是比較濃郁的那種 腐敗感 腐媚感還是腐敗感 其實我覺得它 前面有加那個 它的銀朵還是很重要 你不能把它全部拿掉 對 否則你就會覺得 這個香水會稀稀的 對 它是有點襯托 沒有層次 比較濃郁感 OK 所以我覺得 嗯 其實有其他白花香啊 像那個什麼 那個 NASK的 那個什麼 有些也有 也是有放水 對 其實有些人是特別喜歡 那個銀朵的味道 對 它有加一點其實不錯 對 會增加它的層次感 對 對 好 那一隻呢 一隻覺得這個厚掉 我就不行啊 我就不行啊 因為它的銀朵 我不行啊 OK 你是銀朵不行 對 就 我現在很簡單講就是 你們感覺是銀朵會退掉嗎 對我來說 那個茉莉啊 它是存在的 它是變成 從一開始印象是白色的茉莉花 我現在已經變成已經快要腐敗了黃色的茉莉花 哦 對 就是已經開始在 逐漸要成熟 要凋零的 摔敗 那個瞬間的感覺 對 所以 我的印象是這樣 OK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盛開 但是對 對 一隻來說是已經衰敗了 對 很像澳洲 我們夏天 事實上澳洲現在是冬天 對對對 可能是因為一隻比我們年輕的 我們快衰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你啦 對對對 對對對 哈哈哈哈 開玩笑 OK 好 那我現在就是 就跟翔哥聞起來是一樣的 事實上翔哥是比較喜歡 酒香跟木子吊香 對對對 那我是 我是花果香系列 對 那但是我們兩個聞起來的感覺都是 很一致的 嗯 現在就是 茉莉 嗯 然後還有這個茶 我覺得茶又再多一些 對 那creamy的感覺 是 有一點奶味 是 所以三個調和在一起 這是一個恰到好處的氛圍 所以我自首啊 我們剛才就已經自首了 這個買給老婆 對啊 然後用來什麼 當鑰匙嘛 就是今晚有什麼的鑰匙 喔 今晚的開關就對了 對 哈哈哈哈 只管我想來一點 或者是 或者是我老婆噴了嘛 那我就懂了嘛 喔 這是你們的密碼 對 或是他拿著這瓶 對 他拿著這瓶跟他說 你晚上可以噴這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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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回到就知道 他們已經有默契了 已經有這個默契了 拿過一鎖 我覺得這是很合適 等一下 但是我剛剛 我剛剛看到 我們中午有去吃飯了對不對 是 我看到你車上也放一隻 所以是 那是四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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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箱 為什麼 除了家裡之外的人放一隻 還沒收 不確定 哈哈哈哈 對 OK 所以這個有其他開關密碼的 暗號就對了 基本上他穿這個女孩子 滿成熟 滿性感 是 OK 說得真好 原來 原來其實是這個 夫妻之間 還是要有一些 共同的愛語 不要明說 有些話不用明說 是不是 噴下去就對了 然後我就會 尋香而來 哈哈哈哈 找到你 躲馬去 是這樣嗎 我是你的小狼狗 是 我是你的小狼狗 OK的 OKOK 好 謝謝翔哥 今天我們帶來這個 Jasmine什麼 Rouge 好不好 OK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隻 好 那中文是 醃汁茉莉 醃汁茉莉 好 謝謝大家 好的 掰掰